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12月13日,谷歌如期发布了GM9模型的API访问接口 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 基于API来使用谷歌目前最强大的AI模型了 今天我们就赶紧来体验一番 今天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介绍如何创建Google API Key 接下来分享关于如何利用Python SDK来使用GM9模型 这里用到的是谷歌官方的SDK 第三部分,简单介绍如何在自己的Lanchon应用中来使用GM9模型 现在通过谷歌的官方文档来了解一下 GM9模型不同尺寸版本的可用性以及API的计费情况 在这里可以看到目前可用的是GM9 Pro 如果点击Pricing,会看到这里对它的计费的政策 当前对每个人来讲是免费的,这是个好事 有限数每分钟60个查询 输入输出都不计费 但是要注意的是输入输出数据是会被采集的 也就是说会被用来提升谷歌产品的质量 用户体验等等方面 在这一点上大家可能在使用时需要评估 是否适合将自己的数据发送给API 将来很快会推出Pay as you go 也就是付费版本 对于每一千个字符以及每张图片 它都会有自己的定价 这样虽然是付费的 好处是输入输出数据并不会被谷歌采集 那这就是目前来讲 GemNet模型的API访问的计费政策 大家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评估究竟什么样的数据适合发送给API 在介绍了这部分的信息以后呢 就可以开始咱们的今天的分享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get API key in Google AI Studio 来创建自己的API key 它会帮助我们打开Google AI Studio API key的创建或管理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呢是在这个AI Studio 一种方式呢是直接前往自己的云平台 控制台或管理后台来创建 我们今天分享的呢 就是在AO Studio这里创建 点击get API key 在这个界面当中 如果大家初次使用应该会是空的 可以选择在一个新的项目当中创建API key 也可以选择一个已有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自己在Google云平台上的项目 如果大家愿意用一个已有项目来管理 API key呢可以选择后者 我们就在前面这里点击 让它在一个新的项目中创建 稍等片刻在这里会生成一个新的API key 那么这个key通过点击拷贝 copy就可以使用保存在自己的粘贴板里 我们在这里呢先关闭它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创建了四个当大家点击这个小箭头的时候呢就会打开对应的云平台中的项目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API key 要注意的是它的限制呢是只能使用这个生成式语言API 这个是API key当前的默认的设置 点击show key可以看到具体的密要的整个字符串 这就是如何来创建API key非常的简单 当然创建了呢也可以在这里删除 一种方式呢是在AI studio删除或管理 一种呢可以在自己的云平台的后端或者控制台来操作 这就是API key的创建 现在我们就有了自己的API key 接下来尝试GM9 API的使用 如惯例我也创建了一份python notebook 上传到了Launch Tutorials这个代码仓库 我会将代码的链接文档的链接都放在视频的描述中 先来看看GM9 Pro给到开发者的一系列关键的特性 上下文环境32k使用免费 但是呢有流速的限制rate limit 还注意的是输入输出数据可能会被谷歌采集 这是在免费使用上大家需要关注的 特性而言 模型提供了函数调用 embedding 语义化的检索 自定义的知识和聊天 语言方面它支持38种语言 目前呢 GM9 Pro是支持以文字作为输入输出 另外呢也提供了一个多模态的inpoint 也就是GM9 ProVision 它可以接受文字和图片作为输入 并以文字作为输出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图片的识别 我们今天分享呢会来首先做环境的准备 然后呢基于谷歌的AI SDK 也就是Generative AI SDK 来访问 Gemini的API 这部分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文字的生成 接下来介绍图片的识别 最后呢简单介绍Lunchen对Generative API的支持 这部分代码执行呢我在本地执行 我准备了一份.env文件 在example这里呢有给到大家一个示例 只需要准备一个Google API key环境变量 它的值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API key 我们正式在Python Notebook当中 引用了这个环境变量 大家安装一些必要的包 一个呢是谷歌的SDK 也就是这个生成是AI的SDK 如果不需要使用Lunchen呢 可以不装Lunchen Google Gen AI Python Dot是帮助我们加载.env文件 首先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谷歌的AI SDK 来访问Generative API 在使用前呢定义了一个to markdown函数 这个函数呢帮助我们更友好的显示模型的响应 接下来呢导入谷歌的生成是AI这个包 我们需要配置这个谷歌的生成是AI的变量 或者是这个环境上下文环境 这样在这个上下文环境的使用中 才能够得到必要的这个谷歌API key 先来看看如何做文字的生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问语答 或者是文字补权 定义一个生成是模型变量 模型用的是Gemini Pro 提问写一个python函数 并给我做出解释 通过模型的调用呢 我们稍时片刻可以看到它的输出内容 在这里呢刚才我已经做过执行 大家应该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输出 那我们再打印一下现在的输出 这次给到了我们一个不同的python函数 是计算圆的周长 基于半径 半径就是参数 它既给到了我们函数 也给到了我们介绍非常的详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生成 或文字补权的应用场景 接下来呢我们来尝试一下图片的识别 图片识别这里会用到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来自onsplash 作者melody zimmerman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看这张图片 图片中有一杯咖啡还有一些点心 我们让模型来识别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在这里会用到pillow这个包 帮助我们在python notebook当中 显示图片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正是刚才我们所分享的 接下来就来实力化一个生成式模型变量 这次呢正如刚才我们介绍 会用到gemini provision这个end point 在generate content这个函数调用中 我们给它这张图片 来看看结果如何 要注意这里的调用呢 并没有任何文字类的信息 比如用户的提问 是一张纯粹的图片 可以看到它的识别还是不错的 识别出图片中有一杯咖啡和一盘肉桂卷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背景情况 信息啊等等 因此它的识别还是蛮不错 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 在提问的时候 既给图片还给到它一些文字的提问 在这里呢 我们希望它写一篇短短的博客 来继续将图片编写 它应该会包含一些图片中 这些物体的描述 同时呢 介绍一下我在东京的旅游 当然这是虚构的 我们还用到了流式的输出 可以看到这里用Stream等于True这个参数 那正是因为使用了流式 所以我们需要在响应上通过Resolve 冷带请求的完成 现在呢我们显示一下整个响应的文字信息 可以看到它给到了我们这么一篇短短的博客文章 既描述了在东京的旅游 也将图片中的咖啡 以及点心等融入其中 那我们可以认为这还是一次不错的博客的编写 最后呢我们来看看Lantran对Gemini API支持 它提供了一个类叫Chat Google Generative AI 这个类正如Chat OpenAI等包装类一样 给到了我们Google API的支持 在这里呢实力化一个大元模型变量 这个变量呢用到了Chat Google Generative AI这个类 模型给到它Gemini Pro就可以了 我来提一个问题 保持健康的最佳实践是什么 那它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给到了我们10项建议 规律的训练 包括了强度训练 灵活性训练 健康的饮食等等等等 那这就是如何与Gemini Pro模型进行交互 最后呢我们回到Lantran的官方文档 看看它对Gemini API的支持 除了刚才介绍的Gemini Pro 它对Gemini Pro Vision也有同样的支持 现在所看到呢就是 刚才我们介绍的文字的生成 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对Streaming 对Battran也有支持 对东莫泰的支持 也就是对Gemini Pro Vision的封装 用的类还是同样的 Chat Google Generative AI 只是模型名称使用Gemini Pro Vision 提供给它一张图片的URL 可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构建呢 与咱们在Chat OpenAI的类的实现 或使用的时候呢是一样的 这就给到我们一定的可一致性 非常的方便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主要内容 我们介绍了如何获得谷歌的API Key 如何使用谷歌官方的Python SDK 更具体的来说呢是生成式AI的Python SDK 来进行Gemini API的调用 我们谈到了如何实现文字的生成 如何使用多莫泰 最后呢介绍Lantran对Gemini API的支持 好吧大家如果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咱们在后续应该会继续推出更多 关于如何使用Gemini API的视频分享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频道 那咱们就下次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